去年10月受花蓮線文化局邀請在光復鄉泰巴朗和花蓮市巡演的知名舞團布拉瑞陽 今年再度到花蓮巡演 3號晚間是在秀林鄉水源部落舉行的回家跳舞 兩個小時動態靜態的演出邀請民眾上台歡樂為太平洋作案藝術季再現高潮 台上麥莉演出台下跟著歡呼 去年10月在花蓮光復泰巴朗和花蓮市吸引不少民眾欣賞的布拉瑞陽舞團 今年再度受花蓮文化局邀請為太平洋左岸藝術季接力 在花蓮樹林鄉水源部落帶來回家跳舞部落巡演 包含樹林鄉長王玫瑰都到場欣賞 天天天天不守護神奇 布拉瑞陽舞團 有被他們射死 繼續出門 薛蘭諾颱風雖然在花蓮並未帶來大風大雨 布拉瑞陽舞團的漂亮漂亮舞作 則表達在創作當時遇上的尼伯特風災帶來的摧毀心境 舞者用身體律動回應著大自然帶來的變化與淬煉 布拉瑞陽舞團至今已推出八支作品 除了為太平洋左岸藝術季第二次來到花蓮 也為修林鄉注入最純粹的舞蹈感動 接著掌幫葉球林鄉報導